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5月16日 第五届西藏智库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众多专家学者围绕西藏70年来发展取得的成就展开探讨 2019年年底 西藏历史性的消除绝对贫困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九毛挫表示 当前应因地质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19年 西藏实现了74个贫困线全部摘帽 62.8万建党内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西藏乡村振兴规划 因地质疑实施乡村振兴非常重要 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期准备 从脱贫攻坚的实际情况来看 西藏在产业扶贫 周业扶贫 异地扶贫 扶贫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绝 需要多挫并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发生反贫 70年来 西藏教育事业同样快速发展 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西藏的教育事业以效果主要体现在 教育公平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现 教育质量能不断提升 教育现代化得到以更出复的实现 目前西藏全区实现的是15年的免费教育 教育资助的政策范围呢 覆盖了从学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 实现了各阶段各类别的一个全覆盖 二十世纪以来 藏学在世界范围内已逐渐成为一门险学 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多领域的参与 以三世宋英诗论为代表 藏民族在公元七世纪就有了较为完整的语法理论的著作 方知世界在语言文明发展时长 这也在前例 以灰魂的布达拉宫为代表的建筑文化 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过是 都是令人仰慕的旷世精品 结合时代和民族进一步的进行创造转化 推称出新 几千年来成长激奠于高海拔地区的独特的藏文明 作为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封锁的存在 能给人们以知识启迪智慧和善良自信的高品质的文化 本节论坛主题为和平与发展 这也是当前人类共同的期盼 专家们表示 对于偏见与误解 世界各国学者应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彼此增进了解 西藏各族人民已经走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 跟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对现代和强国的新的征程 我认为和平是人类共同的项目 发展是人类共有的期盼 面对人类发展的共同的挑战 面对区域合作的共同的期盼 就需要我们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学者 共同的探讨 谋求应对之策 寻求解决之道